怀二胎时癫痫差点死掉,说好的分房睡,现怀少第三胎癫痫又发作。 娱乐圈里的女明星都喜欢嫁富豪,但是真正的豪门可不是那么傲信的。 许子奇算是嫁得相当不错的女明星,她的夫家在香港是有名的豪门,她也经常在个人社交网站上传她的豪门生活,真是羡煞旁人,可是,她真的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幸福吗? 已经生了五胎的她总被媒体讽刺为豪门生孩子的工具。 她这种情况就算是好了的,还有一些想嫁入豪门的女明星,嫁紧去才发现那是一个伪豪门,大S的老公汪小飞就被人说成伪豪门。 大S在她最红的时候引退嫁给汪小飞,据说两人仅仅认识了二十天就善婚,而且汪小飞还比大S小五岁。 汪小飞当时还跟张鱼起打得火热,豪门二代的身份传的是沸沸扬扬,大S当时翘张鱼起的墙角估计自己还偷着乐,她和汪小飞的婚礼当时还非常的轰动,在三亚王思聪家的酒店里举办。 当时大S的婆婆张岚还吹牛皮说是王健林免费给他们提供婚礼场地,当时的思聪哥还没有如今这么火,连往红都撑不上,借着这件事手撕张岚和大S夫妇,还说汪小飞是为豪门,骂战持续良久,王思聪也因为这件事声明大噪。 骂战的结局以大S方退让平息战火,随后他们一家人不知道是被吓着了还是怎么了,开始低调起来,大S自结婚后就很少出席活动或者拍戏,两人婚后也很久没有有喜的消息,有些大S不孕的消息就渐渐传开了,直到他的大女儿出生才有所豪门。 大S当年的人气颇高,主演的流星花园堪称偶像剧鼻祖,他也凭山菜一角不仅在港台和内地获得了高人气,甚至在日本和韩国的知名度也很高,之后出演过数部偶像剧,收视率也都十分之高,和宰宰周渔民合作的《战神》不仅电视剧火, 当年两人因戏结缘,还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,大S喜欢帅哥在娱乐圈众所周知,只是他这个人太看重爱情了,南方却更注重事业,所以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。 大S的历任男友都是帅哥,除了宰宰周渔民外,大S还和蓝正龙谈过一段时间,南方的颜值自是没话说,可是当时两人还年轻,据台湾媒体报道的是大S催婚, 但是蓝正龙还没有玩够,最后也走向了分手的结局,他这两个帅哥前男友如今玩够了,找的都是年龄较小的老婆,只能说大S生不逢时。 大S可能真的比较着急结婚,和汪小飞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,即使当时他们很不被看好,后来大S又传出了不孕的消息,婚姻危机一度传开,可是两人还是挨过了流言。 大S已年月四十,所以生二胎儿子时癫痫很严重,差点危及生命,事后便传出不同房不再生了,可是最近大S又传出了三胎的消息,据说癫痫又发作了,也不知道塔夫家怎么想的。